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天 你觉得这个是远程中最美好的一天 2019年3月 我们来到这个小渔港 听说有船可以带我们到对岸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海南春日的风景 到达时 可惜船已经离开了 如果你能重新再过一次的话 你愿意吗 我们上次去那边是坐车去的 但是我们觉得不是很方便 在这租车挺便宜的 这一天是39块钱 你没有故意说我们俩人一百公里 两个人的话应该可以 你说如果一百公里电量不够怎么办 不然今天吃过 但是我的天气很甜 这是挺爽的 但是有这么一块地方养这么多东西 你看那个叫羊在那儿 在这儿太幸福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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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羊一样 对 我一开始因为是羊 牧羊犬 你觉得那个鹅和狗是比较好吗 我肯定是比较好 我肯定是比较好厉害 我肯定是比较好厉害的 我肯定是比较厉害的 我肯定是比较厉害的 我觉得他没在管着鸭 他就是追着玩 不不不不 你看 你看那边那个树长 你知道是啥吗 这摩托店还挺固的 这骑了好几个小时了 还没怎么掉电子 我肯定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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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不够够的 我肯定是不够的 我肯定是不会... 我也ücke 我要把树长的小鶢 存点太多 我在脸化 前方一百米 即將到達目的地附近 桃哥 乘著風啊 在飛到大海的那一陪 桃哥 乘著風啊 我們還是沒有等到把我們帶到對岸的船 我們只是把三年前的一天重演了一次 旅行是關於認識新的人和事物 但也關於充溫那些舊日的回憶 當一切再次上演的時候 當年的激情少了大半 只有無可名撞的平靜 有人說人的細胞七年會更換一次 也就是說 此時此刻的我們 已經有一半和當初不同了 廢了 沒電了 還有十公里回不去了 哎呀 這個完了 我們太高估他了 現在在荒郊野地方 這是什麼地方 剛才給電池老闆打了個電話 他說看看能不能找一個刨腿的送一塊電池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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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时虽然然升起 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 一千万只太阳的光辉 映照着景色的月亮 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